俄罗斯的冥想雪松 作者 弗拉迪米尔·米格列 翻译 王文宇 王上豪 第十五章 贺宝福企业家 刚到莫斯科弗努科沃机场时 我意识到钱包里没什么钱 自己也没有具体的行动计划 我的公司员工和家人大概也无法应付债务 会被迫变卖公司的资产 这表示我不能向家里求援 当然 要是我留在新西伯利亚 事情一定可以解决 但我这下就得每天专心处理公司的业务 然而 在泰家林发生这么多事情 我也对阿纳斯塔夏和自己许下承诺后 就不可能再回头了 我现在实在难以确定 自己的行为到底是受阿纳斯塔夏的影响 还是我自己的意识或欲望使然 我清楚知道自己破产了 但在同时间看过许多例子后 我知道此时绝对无法奢望 亲朋好友和前员工 因为所有人都会像躲瘟疫一样躲着你 也许你在十年之间都是胜利者 但只要一个小小的错误 周遭的人就会开始鄙视你 无视你 很多知名的企业家都有过这种遭遇 现在只能依靠自己 从看似无望的情况中找到出路 我把装有毛衣 几件衬衫和一些小东西的包包丢在饭店后 开始在莫斯科街头漫步 试着了解阿纳斯塔夏对俄国企业家所说过的话 这次我在莫斯科最先注意到的是贺宝福商人的行为 穿着得体的人士在市中心的各地铁站 口落悬喉地向路人介绍工作机会 他们说能挤身外商公司 许多路人被高薪升迁机会的承诺吸引 但他们绝口不提贺宝福三字 显然是因为在传递报的求职业底下 几乎所有广告的最后都写上谢绝贺宝福 不过他们还是挂着招募人才的牌子 广发某家外商公司的传单 不断说服路人参加面试 后来我发现参加面试的人都受到了密集的思想改造 切中俄国中产阶级最在意的两点 第一 讲师在台上滔滔不绝地解说 以个人和亲戚的案例 宣称自从有了外商和保服 就得到许多神奇的疗效 讲师同时向台下未来的推销员 暗示未来能作为大众治病的善事 讲师强调公司机制相当完善 不一定要是医护人员 就算只是油漆或气墙工人 只要上过两三堂课都能向生病的客户提供咨询 第二 他们不断以各种故事当例子 说明如何透过贺宝福的推销而致富 推销员必须先自费购买至少一组商品 找到客户后以口头方式推销和保服产品的神奇功效 再以更高的价格卖出 同一时间必须找到更多新推销员 每吸收一名就能从中抽成 只要下线越多层级就会越高 也可以累积更多资金 到最后甚至不用自己经手推销 身为企业家的我马上就明白 钱虽如黄金与斑倾斜而下 却都落在金字塔最尖端与周遭同伴上 整条长长的推销链分成多个所谓的层级 运作全靠各层级标高售价 最后在全部由最末端 相信产品有神奇功效的消费者买单 价格有时会提高12倍之多 为数众多的推销员凭着一张嘴 举出自身成功的案例 说服俄国人相信贺宝福的神奇功效 让推销体制得以不断运作 在这个体制之下 甚至连炉子的灰烬都能贩售 倘若有人表示灰烬没有效用 他们就会声称消费者 未确实依照指示或特殊方法使用 这种体制在我国尤其见效 因为我们总认为口耳相传 才能获得可靠的资讯 而不去相信官方管道 讨论贺宝福对人体是好是坏 其实没有意义 这得讲上很久的时间 只有一件事我相当肯定 推销员在谈论自家产品的功效时 总是特别激昂 但只要发现你身上没有转头时 这份激昂便会随之消失 这时就会听到很多反例 像是这种垃圾东西 这样的推销体制是由西方发明并管理 引诱着许多失业的俄国人 但这并不是我们俄国的企业 接下来我要再讲另一项西方商人的血头 走在人来人往的莫斯科里 有位举止优雅 偶尔带着口音的年轻人请你留步 彬彬有礼的请你参加某个外商公司的发表会 你将会有保留席 还可以免费参加抽奖 有机会赢得金表或免费的夏威夷之旅 你大可放心 旅程真的免费 但不要忘了俗话说得好 只有补暑器上会有免费的奶酪 不难相信这种补暑器是怎么运作的 其实 你免费获得的是住在豪华别墅的机会 你在抵达之后 会发现实际虽然与传单的照片相符 但机票 餐饮及其他服务都得自费 住了几天后 你就会发现这种免费住宿 比起完全自费到价格相近的度假村还贵上许多 背后的道理很简单 你免费住宿的费用全都转嫁到一系列的服务与餐饮上 除此之外 这些费用会用来支付接上年轻中介的薪水 所谓免费的发表会 发给你的传单 也变成了公司的利润 当然 这对有钱人来说不算什么 大概只会有被愚弄的不快感 可怕的是 我们财产不多的俄国中产阶级 为了度假存了整整一年的钱 最后却落入此等骗局 他们选择不去探望母亲 不去国内其他度假村 而是把积蓄都给了国外这些聪明人 自己像个笨蛋一样 在专为笨蛋设计的别墅里待上两个礼拜 各位海外的先生 你们怎能这样不尊重我们 我看着满是舶来品的贩卖亭 就连水也是进口的 这让我想起自己的轮船上也是一样 但那时从未细想背后有什么含义 我在广播上听到品质可疑的鸡腿已流遍全国 市面上还有标榜 有益健康且富含矿物质的精美瓶装水 其实根本就是自来水 还添加了可疑的物质 我看到不计其数的招牌写着吃热狗提神 乍看还以为整个莫斯科和俄罗斯 都把这种橡胶香肠当成国民料理 那时我心里想着 为什么我以前从未注意过呢 我还记得在经济重建之初 我们是如何毕恭毕敬地接近外商 安排他们坐上我的轮船 沿着厄碧河进行商务考察 还有西伯利亚的企业家尽一切所能帮忙招待 当然不能对外商以偏概全 但我们最后到底获得了什么 所以啊 俄罗斯的企业家 你们又在哪里呢 你们才是应该让我们国家富强的人啊 第十七章 经济重建之初 经济重建之初 政府颁布了第一条有关苏联合作组织的法令 仿佛是在鼓励大家采取行动 许多年轻人 还有不怎么年轻却生龙活虎的人 想真的为自己和国家做点什么 一副要上战场的样子 然而 他们很快就发现自己身处不友善的人群之中 旁人大喊着 打倒他们 这些无耻的资产阶级 我们的努力到底是为了什么 尽管首批企业家大都不分昼夜的劳动 付出大量的精力 更展现聪明才智 冒着可能失败的风险 却从来没有人对他们说过谢谢 就连微不足道的扶持 也仅能依靠彼此之间的联系与互动 当时 我脑中凭空 真的是灵光一闪 出现了成立苏联合作组织联盟的想法 我和阿尔乔姆·塔拉索夫 俄国知名企业家等人号召 共同组织了这个有首批企业家组成的联盟 当时我们大部分都是共产党员 在第一届企业家大会上 我获选为党小组秘书 我试着向苏共中央委员会的督导 科洛索夫斯基解释 在这种人人喊打的氛围之下 企业家真的是举步维艰 因此需要他们道义上的支持 然而我很快就意识到 我们要面对的不只有老百姓的敌意 还有大小官员的骚扰 中央委员会的高层因为害怕失去民心 不可能公开声援我们 况且他们的权力早就大不如前 显然内部已开始争权夺利 政府对企业家的征税越来越严苛 现今根本没有公司 或许只有少数例外吧 在守法缴税后 还能维持公司的正常营运 因此很多公司会巧利各种名目逃税 但这样又掉入了更危险的情势 违法 企业家一次又一次解释 现行税制在各方面都相当荒谬而注定失败 这种税制理所当然不会成功 因为制定者比所有人都明白 这只是我个人猜测 要缴清税金简直是天方夜谭 不过 他们就是故意如此 为了什么 为了权力 为了敲竹杠 任何公司只要一路出马脚 就可能马上遭到税务机关或警察取缔 最终被弄得灰飞烟灭 我觉得自己对不住重建时期的首批企业家 以及俄国现在的商人 所以决定在能力范围之内 为他们做点什么 我去了一趟俄罗斯企业家与合作组织联盟 主席原先是我们在重建之初选出的基洪诺夫 列宁全苏农业科学院院士 联盟主席团的本部还在 但很多办公室都以人去楼空 基洪诺夫在一年半前去世 接着我又得知 俄罗斯商业圆桌会议的主席伊凡奇威里记 和秘书在半年前惨遭毒害 塔拉索夫离开了联盟 成员数量也随之锐减 还好联盟仅剩的三位成员之中有人认识我 所以应我要求提供了一间办公室 里头配备两部电话 一台电脑和传真机 联盟已经没有活动筹办的经费 因此什么都必须自己来 为了节省时间和饭店费用 我甚至就在办公室里过夜 早上六点在清洁工进门时起床 办公室里没有电视 让我可以工作到半夜 从舒服的仓房 船上只要一通电话 就会有人送上各种餐饮 到不适合居住的办公室 这样的生活条件巨变 完全没有难倒我 反而让我更能专心工作 我反复思量后草拟了企业家结社的章程 并且写了一封号召信 利用不会盲线的早晨传真至各家企业 我透过报纸广告与随即拜访等多种途径 在莫斯科的各行各业中找到了几位认同企业家结社精神的秘书 其中包括三位莫斯科的大学生 一开始安东尼古拉伊金先来 原本是要修理坏掉的电脑 但在得知结社的工作后 也把朋友带来了 阿尔乔姆·谢密诺夫和阿列克谢·诺维奇科夫 他们开始编写电子版俄罗斯黄金名册 制作高专业水准的电脑程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